主料,日本豆腐四包,木耳五克,虾米五克,苦量,盐,生抽,蚝油,味精,淀粉,葱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将木耳泡发洗干净,虾米用水冲洗,日本豆腐从中间切开,切成四块,平摆在盘子里,将木耳,虾米剁碎,放在豆腐上面,放入蒸锅蒸八分钟, 姜盐,蚝油,生抽,味精,淀粉加入适量的水,搅拌均匀调成料汁,制锅火上,小火烧热,倒入料汁烧开后盛出,将料汁淋在蒸好的豆腐上面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一豆腐很不好拿,打开时要从中间切开,二豆腐很容易熟,也可以利用电饭锅煮好饭的鱼热进行叮嘱,如果喜欢短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